首帝法院今天下午也进行了促转条例党团协商会中时代力量的锁定了原济院接收案 认为应该要彻查原委公有才转为私有才的情况 而除了时代力量主张之外 由于民进党希望在程序委员会中力促促转条例排入本周五的议程 并且拼本会期完成三读 不过朝野协商一个半小时之后仍然没有共识 立法院将苏家全只好给出两个礼拜的时间 希望各个党团在四月二十号前提出党版的修正动议 再来进行协商 立法院长苏家成争力促进整形正义条例 召集朝野协商 我希望说我们不要把问题拆开 造成今天没有办法 把全部固在一起 然后今天都没有办法进行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对上国民党团总召廖廖国栋 直言党团要想法一致 不要模糊焦点 会议上年一来 我以往整场协商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 依旧敲不拢 我们要求增加 对原住民的土地的返还这块 对于未安抚的公平正义的处理这块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四大任务 包挖开放政治党案 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旨 贫富司法 不公及还原历史真相 处理不当党传等 当然不止国民党各党团 也都各有修正动议 促展条例本来就要处理的就是 对于过去的不正确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转型正义 促进转型正义的工作 所以如果要讲到了日本时代 或者是更之前 这是处理不完的 人际院的案例 在这个二战之前 他本来是公立的 到了战后 他因为不明的因素变成私立的 我想这些都应该是国家的财产 要怎么样工有的财产回归为工有 我想应该要做一个真相的调查 时代力量党团主张公产变私传 其中备受争议的就是人际院 认为因返还公家实践 崭型正义 但针对这件事 国民两党可没想法 整场投了没结果 苏嘉全也只好给出两个礼拜的时间 让各党团提出版本修正动议 立委们绷进神经期盼 能尽快排入院会 完成三读 欢迎新闻宋杰李佳化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化台北报道